在103年的時候 向內政部登記為正式的人民團體 為什麼要登記為人民團體 因為我們希望說 我們專科班的校友這麼多人 分散在社會上的各個角落 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我們希望藉由一個長長久久存在的機構 能夠團結專科班的校友 能夠凝聚我們學長學弟的向心 甚至我們要做極難救助 相負福祉 然後保障各位退伍軍人的權益 然後去謀求我們所有退伍軍人的福利 所以在這樣一個終止之下 在103年的時候 我們就發起 然後跟內政部登記為正式的一個人民團體 人家所謂的社團 因為我們也沒有金正記法人 所以我們不敢說我們是法人 那未來我們校友會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中心演習只是第一步 像剛才胡總會剛剛講 吃槍隊 也許會有吃槍隊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還有慢壘隊 我們也許這樣還有鐵馬社 有高球隊 有各種的運動休閒社團 有各種的親子的活動 目的最後一個就是要聯繫大家的情感 團結我們的向心 向社會證明 我們陸進外交專科班 在社會上是有實力的 現在這個社會 你要有實力 人家才會關注你 我們希望能夠跟社警 社會徵頸更多的資源 然後來回饋給我們所有的校友 這就是我們成立校友會的目的 假如每一位校友 大家有認同的話 歡迎大家加入 今天在座的只不過是中區的一小部分 希望中區所有的專科班的校友 希望靠大家都把它找回來 一起加入我們這個大家庭 在這裡再一次的感謝大家 謝謝